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今天来 就是想劝我 趁早撤退吧 算是这个意思吧 我说的这些话 都是为了您 就是怕您以后受伤害 就说您跟我妈的事吧 且不说过程 单说结果 皮特早晚要去美国 我妈就这一个孙子 也只有我这一个儿子 你说到她老了不能动的时候 那还得我照顾她 我不可能 美国中国的这样来回跑 没那么多时间 对吧 所以说您想想看 您给我妈的事 到了是不是就不了了之了 既然这样的话 干脆 长痛不如短痛 快刀斩大马 彻底捣断 对你 对我妈 对大家都好 你放心 你妈妈要去美国 我绝不拖她的后腿 乔叔 谢谢您 您要是真这么想 那就对了 我妈这边啊 您千万别陷得太深 到时候 受伤害的还是您呀 好 我们都是这把岁数的人了 还有什么事情想不明白的 你们年轻人不是整天都讲缘分吗 我跟你妈就是投缘了 至于结果怎么样 那就随缘吧 得嘞 我说了半天 您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想让我当缩头乌龟的事 我肯定不干 乔叔 乔叔 您这话说得有点过了 你什么也甭说了 我只能向你保证 我老乔绝不是一个死缠烂打 死皮赖脸的人 至于将来你妈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和选择 我都会理解她 尊重她 我没你那么多的私心啊 对不起 我得熬我的骨头疼去了 碰到高人了 我那可怜的妈呀 这已经应该完了吧 好吧 咱们休息一会儿 换换脑子 我这个女儿啊真是的 还未有姐发床呢 好 你说这柚子 为什么偏偏就看上了顾小琪呢 阿姨 您和好爷的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别放在心上了 我说俗海说 冤家一姐不一姐嘛 算了 算了 咱不提这种事了 可是如果 这个问题您想不通的话 可就算您死胡同了 我看得出来 您特别想缓和和柚子姐之间的矛盾 也想和她能有好的关系 可惜柚子姐偏偏看上顾小琪了 小琪哥偏偏就是好阿姨的儿子 为了争取爱情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您和好阿姨的事情 如果还放在心上的话 和柚子姐之间的关系怎么缓和 您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对您身体也不好啊 反正啊 我已经提醒她了 她要是不听我的话 别说是钱了 将来在四合院里 她连一张纸都别想拿走 这孩子啊 跟我年轻时的脾气一样 不撞南墙不回头 就是撞了南墙 撞得不疼还得撞 非得撞得头破血流 才肯罢休 您也够觉得 这柚子姐啊 多少随了您点 把师傅给我捡起来 我就不捡 我捡起来就捡起来 有话好好说嘛 干吗呀 就是金子洞口不到不少 你给我住嘴 薛琴是你说的吧 爸爸给你报老名 你又不去了 家家一不为我去 我就不喜欢 是不是江江阿姨 叫你说的 不是 我告诉你 小孩不能撒谎 不然的话 鼻子会变长的啊 江江阿姨说 这变三岁小孩了 我都没有算了 你个狗崽子 行了 今天皮特不去学情了 皮特 去房间 一会儿奶奶陪你玩 奶奶慢岁 妈 你就是惯着他吧 妈 您就是惯着他吧 你也看出来了吧 这孩子 已经离不开江江了 小琪 就算是为了皮特 妈 你甭说了 这事是绝不可能的 我自己的事 你就让我自己做回主行吗 除非不娶 要娶 我就娶柚子 你现在有出息了 妈的话 也不顶用了 小琪我跟你说过 像你这种情况 谁对你的孩子好 那是重要重要重要的 反正我的话 就当白说 你爱娶谁 就娶谁吧 妈 咱女儿俩 能不能不要老赌气啊 你话好好说行吗 我一直是跟你好好说的 你愿意娶柚子 就去娶她吧 我这个妈 就别认了 老师大 那事 你跟江江说怎么样 什么事 你说什么事啊 你起什么急 你还吃完了不成啊你 不把事说清楚 谁都甭吃 妈 您让我怎么跟人家提啊 我连人家人面都没见到 也不是人家里乐意不乐意 都什么年代 结婚是你们俩的事 只要你们俩定下来 他爹妈就是有点意见 有什么用啊 那亏了您说 是我俩人的事 那您就让我俩人做主不完了吗 您就别跟着掺和了 你 这不一样啊 这怎么不一样啊 您跟我爸是父母 那他爸他妈就不是父母了 喝 还没怎么着呢 胳膊子都往外拧 你怎么叫不明白呢 趁热打铁 生米煮成熟饭 是不是就结了吗 我跟你爸呀 这块心病也了了 行了行了 咱先吃饭吧啊 这事也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能解决的 你光着急了是不是 这这这跟做饭似的 时候不到 他做出饭了不也夹上吗 夹上饭怎么了 夹上麦这儿吃 不吃啊 是因为你饿得轻 你别说 今儿这面条啊 还真有点夹事 对了 让江景他妈和他爸 过来玩几天 全当旅游 不是顺便 把女性都给看了吗 这 这不行啊 让 让人家来干吗 就参观咱家这破桶头啊 妈 妈 不是 我这话没别的意思吧 不是 我是说 那江景家 也不是那种闲逼爱富的人 等咱家这新房下来了 那再得请人家来 咱们家脸上也有光啊 甭说了 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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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张总啊 挺忙的吧 嗯 哎呀 你在哪儿呢 啊 那那那什么 那那你等会儿会儿啊 我我我这就过来 哎哎哎哎哎哎好了好了 哎 哎 妈 喂喂喂喂喂 我跟你们啊 喂喂喂喂喂吃饭吧 你再吃点你再吃 嗯 喂喂喂喂喂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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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不知道这是我妈地方啊 你这不是自通过吧 你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 最安全的地方 还有问题是 眉毛离这儿你记不记得 看得着吗 碰到手离这儿你记不记得 你看得着吗 你你你你手手屏了你 快走走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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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你进来 什么事啊 我不记得我了的 我没这个不能找你了 我请你吃顿饭 你 别要了 你把话说清楚 要不然这饭我吃不下来 是 我有这么一个情况啊 我不知道对我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帮我分解分解 你就甭卖关子了 你知道云青阿姨 对柚子和小琪哥 是什么态度吗 云青阿姨说了 如果柚子和小琪哥 执意要好的话 那她的遗产 柚子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光一个四合院 少说也得 好几百万吧 你说她能忍性不要这个钱吗 人家都要去美国了 还在乎这一套四合院啊 她不能卖了吗 卖了可以换钱啊 多大一笔钱啊 怎么跟你说好呢 这爱情的力量一巨大起来 不是一两套四合院 都能挡得住的 不是 这事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你不是曾经还巨大过一回吗 不去 我说你们这帮女人哪 关键时刻怎么就这么傻呀 我不觉得这是傻 那 是什么 难道说真的是传说中的伟大爱情 你没有争承爱过一个人 你根本就不能理解 你呀 什么时候到我这岁数你就都清楚了 我跟你这么说吧 这爱情啊 就好比这 面包 你饿的时候啊 那感觉是世间美味 等你饱了 那就胃同嚼辣 哎 最关键一点啊 爱情这东西 它也有保质期 我跟你就不是一国的 你别 别又来火星那套啊 喂 江江阿姨 奶奶哥爸爸又少见了 好 阿姨知道了 皮特冠啊回头给你买好吃的 嗯 好 拜拜 拜拜 哎呦 哎 给 我说你现在可以啊 活脱一个低后武功队啊 不错 这小特我安插得不错 什么呀 强将手下吴若斌 还是谢经理你领导友方啊 你拉倒吧 你别什么帽子都往我头上扣了 我什么时候搞过这歪门邪道了 你少来啊 我现在就去你爸妈那儿 你说清楚 别别别别 你坐上一坐上 你可千万别 你这么一闹那我不就要了我的命嘛 大刚扬 我在想 柚子应该 也挺爱小奇疙瘩的吧 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 我以前老给他们捣乱 好像不太对啊 应该公平竞争对不对 上一次虽然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还是让柚子 在好阿姨面前出丑了 我老觉得心里有点过于不去 我是不是应该还她一次机会啊 让好阿姨好好了解她 要如果她真的不喜欢她的话 那也不关我什么事情了 我也不会觉得欠她什么了 你觉得呢 行啊 玩起三十六计欲情故纵啊 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 到底行不行啊 你想好没有 那如果好阿姨真的接受了柚子 到时候你怎么办 那我想 我就应该退出了 行 有你这句话呀 那就让好阿姨自己真别优劣了 这不就是公平竞争吗 你也省得顾小军说你太自私了 怎么回事不动了呢 来我看看 佳佳 你扶我过去 没电池当然动不了了 明天爸爸给你买电池 好 行行行 小琪 你怎么这样 坐小琪那儿 奶奶 奶奶有开会呀 是的 皮特宝贝回自己房间去 好吗 知道了 大哥给我 小心啊 知道了 阿姨 阿姨 小琪哥 经过这段时间呢 我也好好反思了一下 我觉得确实是我自己太自私了 没有顾及到你们的感受 我不该一直勉强小琪哥的 不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阿姨 你就别为难小琪哥了 还是让他自己做决定吧 我的决定很简单 我只能选择柚子 阿姨 可能这话我说不太合适 但是我觉得 是不是该面对的 就应该去面对啊 您不妨先把柚子的成见抛开了 试着和他好好谈谈 就像一家人那样相处一下 好不好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这话 可是从姜姜嘴里说出来的 你那柚子 能有这样的度量吗 能有这样的好心肠吗 妈 您太不了解柚子了 但是您没给他机会 好 我给他机会 明天你请他到我们家来 吃顿饭 让他好好地表现 好好地发挥 我倒要看看 他有什么好 把你弄得云山雾罩的 您说的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来 江江江江江江江你放心 我不会给他好脸色的 我就是想让小七死了心 他柚子就是天仙 也过不了我这一关 阿姨我说都是真心话 您就和他好好聊聊吧 哎呀 你就别操心了 好不好我说了算 我说他好他不好也好 我说他不好他好也不好 怎么跟绕口令似的 把我都听晕了 江江 你这丫头就是心太软 心也太少 要不是我帮你啊 早就被柚子揉碎了踩扁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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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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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来了 阿姨好 来了 皮特 叫佑的阿姨 佑的阿姨好 真可爱啊 对了 妈 那个柚子给你买的 她知道你最近在吃这些 她怎么知道我吃这些啊 那个 上次我到您家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那有空瓶子 放在那儿就给您买了 放这儿吧 我的腿不方便 都没给你们准备什么好吃的 阿姨 您 您看 这怎么能让您准备呢 阿姨 我去坐吧 你会坐吗 简单的还行吧 今天来的可是贵客 简单行吗 那个 饭你不用管了 还有我呢 你陪皮特玩一把 皮特 走 皮特 走 走 跟阿姨玩去 在哪儿啊 你放这儿 我放这儿啊 楼上 三棟 左边一点 好嘞 阿姨来了啊 妈 我看这些东西还不错啊 不错你带到美洲去 嗯 我先放那边啊 秀大姨 你会讲这个故事吗 会啊 这故事太简单了 你要讲哪个 江江阿姨也会讲 这个讲故事啊谁都会 哎 你要说玩什么 没有阿姨不会的 江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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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看得出来吗 好 来吧 写完了 这字挺难猜呀 不太好猜 你告诉阿姨 是不是乌鸦的窝 这不算 因为这里蒙的 咱们从来 好 再试一次 想好了吗 快点啊 很快 我啊 从小就学系 后来又拍了电影 当了节目主持人 可以说 我的事业一直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在全国 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明星了吧 可她好明军呢 只不过是个小医院的医生 我样样都比她强 她肯定心里不舒服吧 嫉妒我呗 嫉妒我呗 那次同学会上 她肯定是故意把我的隐私告诉了柚子 柚子就恨上我了 我们母女俩从此就接上了冤 一天 战争就开始了 你说她把我害成这样 我能不恨她吗 所以就发生了电视台直播那个事 那是不是后来好阿姨的事业就 当年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 没过多久她已经内退了 阿姨 阿姨 我觉得这事吧 您做得确实有点过 那时候您就没想想 怎么缓和缓和这关系啊 我知道 我是做得过分了的 可她就不过分啊 想让我道歉 她必须先跟我道歉 迪迪 阿姨 这要用阿姨下来吃饭了啊 知道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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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爸爸 给咱们做什么好吃的了 小琪 吃饭了 你看 你画的 哪个手画的 一 二 三 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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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的是吗 咱们回事啊你啊 行了 行了 你干吗 找剑剑剑的衣服 让她换上吧 我找剑剑的衣服跟哪儿 你住嘴 讨厌 怎么 你过来吧 你过来吧 给你的宝贝儿子 给我弄成这样啊 你别说啊 这小东西 这王八画得还挺像真的 看来是有点天赋的 你说什么 不 我跟你开上玩笑 越来越贫尊了 我可跟你说啊 这要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要把你头上的柱子 都给你掀了 是是是 你现在有休养了 不是 你说什么 不 以前休养也很好 现在的休养更好 我是这个意思 你现在越来越贫尊了 讨厌 亲爱的 笑笑气 想想看 今天来干嘛的 是来跟老太太 还有皮特搞好关系的 对吧 王八事小 咱们两个的事情大呀 不能一小时大 不然的话都不偿失 明白吗 现在 笑笑气平静一下 上楼继续再战 来 把衣服穿上 我告诉你啊 这上个个夜 我可不穿太多了 地堂 哪次我都会穿 那行 不穿也行 又不是没穿衣服 走吧 上去 来 走 走 妈 阿姨 怎么没换衣服啊 没 没事 我这里面还有一件衣服 小孩子呢 行了 吃饭吧 吃饭 吃饭 小兔崽子 以后我再收拾你 吃 吃饭吧 我不吃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 跟柚子阿姨一块儿吃饭 我愿意跟江江阿姨一块儿吃饭 因为她不是咱们家人 皮特 皮特你给我回来 皮特你给我回来 太不像话了 吃饭吧 柚子 吃吧 别理他 来来来 去去去去 来 来 来 去去去 来 来 孩子不吃饭也不是个事啊 怎么啦 怎么了 我叫孩子不吃饭 柚子 柚子 别 Random 皮特 皮特 快下来 当成功了奶奶 当成功了 成功了 成功了 好 好 好了 plane 好了 来 奶奶icopa 我给你吃 吃 吃什么 我要吃这个 这个 哎 妞子 妞子 我跟你说 你听我说 你先 不是 你先别走 你怎么跟小孩一样 说翻脸翻脸呢 我说翻脸就翻脸 我脾气够好的了 我跟你说啊 咱们俩好不容易 为一个妥协的机会 跟我妈能缓和一下气氛 你说你这样 功亏一跪啊 我是想跟她缓和 这能缓和吗 我告诉你我都受够了 不是 我跟你说 你让开 我跟你说 你好好跟你妈妈 和你儿子说好 我跟你说 妞子 你别这样 妞子 你给我下来 妞子 妞子 多吃点啊 给我走 觅子 震席 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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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靡头 小提 小提 小琪 小琪 你干什么呀你 你给我出来 你看到你干吗呀 干吗打我孙子啊 站住 你让他出来 我过来 干吗打我孙子啊你 我过来 妈 你别老拦着了 我教育孩子呢 这小子越来越逃了 不打他不成型了都 你跟我说 为什么折腾柚子阿姨 说 我就是不喜欢他 不喜欢他你就折腾人家 是那个姜姜让你这么做的吧 妈 干吗一定要喜欢柚子呀 你说实话 谁让你干的 我问你谁让你干的 说 妈 你干什么呀你啊 不叫孩子学好 干什么一定要我们喜欢他呀 干什么一定要我们喜欢他呀 不是您这个 您 妈 您的腿 您 您怎么上来的 我爬上来的 爬上来的 不是 您爬得够快的你啊 妈 您这是何苦呢 这不是被你逼的吗 要是你答应和姜姜好 我明天就跟你去美国 要不然 这腿利索不了 就算您答应 那乔叔他 别拿这件事情和我谈条件 骗我去美国 没门 我和乔叔的事再商量 我们保证 我们保证不会给你为难的 我们保证不会给你为难的 那我跟柔子的事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商量啊 为什么 就因为我是你妈 要是我叫你妈 我就听你的 把轮椅收了 放地下室去 天堂 奶奶来了啊 天堂 天堂 我还以为是姜姜串那批的干的 没想到是我妈出的主意 她竟然利用小孩 真是为老不尊呀 不许这么说啊 那是什么妈 想想正事 看看有没有办法 咱们能画背都没主动 你什么意思 尝尝那给姜姜的麻烦 一会儿我妈做饭 你别说不好吃啊 挺香的 你倒转别好好抢啊 行了 行了 来来来来来 再来再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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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信 你老谢手机 你今天就这么好 还不让我糊一把 你当时玩麻将呢 一半平日是运气 这个是平实力 懂吗 少得意啊 你有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呢 这狗仙门连着跟嘴对话 你赢一把让我也瞧去瞧 连环法 完了完了 说说说说 别别别 你这盘棋好好下 还有希望盒呢 你这终点都该上课呢 我别影响你生意 我得走了 没事有人照顾的 你是没事 我也有事啊 我出来好几个钟头了 我一进门 老婆她又得冲我嚷嚷上了 哎呦 这个女人哪 有事没事她也跟你嚷嚷是吧 不 今儿个还是真有事 我儿子啊 把女朋友留家来吃饭 怪不得今天旗下的那么顺呢 这人风喜事精神爽啊 什么喜事啊 这要真结了婚呢 凡事都在后边呢 瞧把你美的 行了 叔叔阿姨 就送到这儿吧 风大 说 你这万一风大 您冻着了怎么办 没事 什么没事啊 我和一涵没事 您这要冻着了 生病了 受罪啊 我跟你叔叔 年轻叔叔吃过苦受过累 身子骨硬了不知道 倒是你们啊 那么辛苦 天天加班加点熬得漂亮 半夜 江娘 我把儿子交给你了 你替我管着点 她要是不听话 我回来给您告状 行了 行了 妈 您就别说了 由着您说 天儿非了不得 回去吧 回去吧 俩人不许吵架啊 不是再让着点江娘 你要招他生气 回来就饶不了你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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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儿小心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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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吧 回吧 你刚刚不开车啊 天儿这么冷不得找会儿车呀 这样对车好 辛苦你了 这样便宜没够是吧 但她肚子里又没人 你都给谁看啊 少臭美了呗 自我感觉良好呢 说真的啊 我刚才搂着你 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就跟搂着一大老爷们似的 什么意思啊 大高雅 我问你件事 你说 你说你们男的 是不是对我这样的 没感觉啊 别的男人我不敢说 反正我呢 实话告诉你 没感觉 那你不会骗骗我啊 别往心里去啊 别往心里去啊 这也不能赖你啊 实话告诉你吧 老师我有问题 我有病 你有什么病啊 没事的 现在科学是怎么发达 你的病会治好呢 我说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说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那小脑瓜里想到 都是什么落七八糟的东西 施高雅 你去哪儿感情 我 我是说我心里有心病 我说我心里有病 我有个心坎过不去 我不把你出主意了 我的问题啊 别人帮不了我 男子和大丈夫 没有什么坎过不去的 没事儿 宋大开 不来这套啊 我还告诉你 虽然本哥们儿是秀色可参 但是呢 你之力是坚强的 你不来这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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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了 好了 车热了走了 走 妈 看到了吧 瞧着一家四口多么亲热 你看 这个大熊帽搂到这儿紧呢 知道 现在跟这儿来了什么关系了吧 我问你 这段录像是从哪儿来的 看 从哪儿来的 你甭管了 反正这视频啊绝对是真的 就是送到好莱坞做下 也做不成这样 我问你 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是那个 是 柚子无意中拍到的 又是柚子 怎么哪儿都有她的事啊 妈 你 你别老是对柚子 心存成见呀 咱们说以前的事 就说这个吧 如果没有她拍到这段东西 你说咱娘俩 还都被这个姜家蒙在鼓里 当好爽呢 对吧 妈 你干吗 我给姜姐打电话 问问清楚 你现在不能答 你给她打电话 全都虾米了 她能找一万个理由来蒙你 您知道吗 你妈是呆子还是傻子呀 她蒙我我听不出来啊 没人是傻子 可是咱娘俩 已经被她给蒙了 这是事实 什么叫已经蒙了 事不是还没搞清楚吗 你可真够天真的啊 非得等那丫头跟你说 阿姨 我是骗你的 我是逗你弯的 你才相信呢 那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咱们现在啊按兵不动 把她叫来 冷不声听问她一句 看看她什么反应 对 你像风一样离开 寂寞在我怀里 寂寞在我怀里泛滥成灾 于是只有等在这里 怕你回头是只看见风景 想和你说说天气 一个人的对白有些孤寂 无力挣扎 无力挣扎 剩下尴尬 错乱的情绪已将我封杀 不知一切怎么继续 也许只有等待天明 可能很傻 傻而迫不得已 你的世界就在我隔壁 我看得到却进不去 霓虹淹没悲喜 沉默当住击 我不声不响也不言语 你的世界就在我隔壁 我看得到却进不去 你的眼神有力 落在空空天际 我守在原地享受你的气息 不知一切怎么继续 不知一切怎么继续 一切只有等待天明 可能很傻 傻得过不得已 你的世界就在我隔壁 我看得到却进不去 霓虹淹没悲喜 沉默当住击 我不声不响也不言语 你的世界就在我隔壁 我看得到却进不去 你的眼神有力 落在空空天际 我守在原地享受你 你会忘记没有 我的心意 你会忘记的清醒 我恕不挡心 你会忘记了 我念你 你会忘记的清醒 你会忘记的清醒 我念你 你会忘记所爱 你会忘记 你會忘记的清醒